今天頭回來我們再來 來關心郭敏東要派誰出來選總統 現在還未決定 新北市長後尤其 扎本地議會 他是表達他對兩派的看法也有台度 他說他反對台獨也反對一國兩制 那如果洪海的創辦人過台瓶 他是請名 當時總統蔡英文 就是派將總統副委秘書長李大維 總統他賣BNT的以後想 比建制控制宿總統台選 郭敏東也未決定誰選 現在市長後尤其 最近對兩派的論述 見過反對台瓶到一國兩制 承告又說 無法接受 用意識形態分裂國家團結 不過民進黨這句 故意三九二共識 兩派主張又說不清楚 我們要勇敢地說出來 我們是尊重法治 很清楚 我們國家叫做中華民國 我們是這個土地 台塘金也共同生外人 洪海創辦人過台瓶 政府如果贏得名 再去派會 先到市議長口水月 南韵任政金賣伴 不過過台瓶連線 批評政府照顧賣BNT 找到民主又說 就是將總統府秘書長李大維 到三天大小吃團圍 也要公佈 要不要購買真相 總統府金賣伴說 這是沒有實在要言 要去回回應 李大維不要說過這位 整晚就把所有資料整理一下 我們會在臉書內詳細 因為這裡面 我想事實就是事實 我想我們會用事實來說明真相 那時候副總統 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民航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 還有國際季候變遷組織等等 這個是在客國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 這對台灣來講意義重大 他說這是民主跟專制的選擇 不是和平跟戰爭的選擇 那選誰是專制 這個專制還好意思講別人專制 國文鐵已經正式定義 民眾黨來總統総選 找到剛才當中 拿贏羅立共在街路拜票 公流台銷還在批評 多少個專制 那時候國文鐵跟過台銘 都要選總統 先在市場郭鳳安 才剛才簽連叔叔聽國文鐵 找到到過台銘競爭 不過他說兩人都接地費 賣給他為難 記者 綜合報道